肝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,导致肝病的原因有很多,所以我们平时要好好养护肝脏。 那么什么泡水和养肝护肝? 一、红枣每天给肝功能差的人喝大枣水,持续一周能达到饱肝排毒的功效。 泡水时,选用大哥的红枣,特别是新疆产的红枣,口感很甜,最好将其四成几块再用。 红枣的一个冲泡续节决定着它功效的高低。 红枣剥皮坚韧不好消化,如果整颗冲泡,很难将其有效成分完全溶出,因此最好将其白开再冲泡。 还要注意的是,新鲜的红枣不宜冲泡或接煮,只是因为它的维生素质含量非常高,用热水煮泡会严重破坏维C。 二,枸杞枸杞中的所含有的多糖对于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,可以降低血清骨冰准安眉,促进肝损伤的修复。 另外,专家在进行走起抗试验性高血脂、肝量消、关系和毒性的研究,发现枸杞能够有效的抑制脂肪在肝细胞内沉寂,并且有促进肝细胞新生的作用。 针对肝血不足所导致的生物干测,失误不轻,头晕眼花,视力疲劳等症状,枸杞同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 日常长时间使用电脑所造成的眼睛疲劳等症状,枸杞泡水饮用可以滋溢凝目。 另外,在天气比较热时,也可用泡水喝的方法来清除肝火。 三,绝明子绝明子,是一种种草药材,也叫草绝明,宽童子,狗屎斗,甲鱼斗,骂蹄子,千里光,为肉侧草本绝物绝明或小绝明的成熟种子。 胃苦,甘而庆经,具有清肝火,去风湿,浴室凝目等功能,绝明子泡水喝还有清肝泄火,减肥,排毒排油等作用,是电脑族,电视族等电子产品一族的绝佳野品。 绝明子时刻,白菊花五克,新年花五克,开水冲泡袋茶里,每日一季,有清肝凝目目。 解毒的作用,是一律糖尿病犯口干,口苦,口痛,眼红肿疼痛,眼分蜜物多,便逆到有内活的患者,对糖尿病和病毛茫盐,接荣的患者也有效,也是一律上班族,有降火,增加肠胃蠕动,改善习惯性便逆的疗效。 四,五味子五味子,清肥归精,温,酸,肝,灰肺,心,肾精,对肝损害引起的血清肤病状安眠升高,有降低作用。 另外,五味子具有消炎作用,直至肝脏损伤,激活合成代谢过程,以促进受损肝细胞的修复,并能增强脱氧和糖和酸合成物,和鸟氨酸脱缩的活性,带生肝脏细胞。 中医建议,五味子泡水喝,养护肝脏,五味子一百克水煎代茶,平平饮用,每日一季,安神定制,强节肝肾,主治更年期综合症,夜眠不宁,乱梦纷繁,急早健康等症状,一般服食五天左右变小,可连服三十到六十天。 如果您是贫宿爱上火的体质,一到秋天就出现口舌生疮,咽喉种痛问题,可以血生肝草二到三片,菊花五到六朵,用开水冲泡代茶饮,集成一杯温热去火的肝草菊花茶。 如果您平时消化系统不太好,还可以加入一点山楂或者雾霉,酸酸甜甜的口感很不错。 如果您属于比较失落的体质,经常会感到疲劳,不妨试试这个解法补气的方式。 这肝草加上生黄芪薯片,用开水冲泡代茶饮即可。 用,黄芪黄芪中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如多种氨基酸,叶酸,积极,心脏。 黄芪泡水可可补提益气,补肺库表,还有增强机体面益力,降血压,饿干消炎的作用。 黄芪是和身体虚胖的人,其是腹部肌肉松软的人,对于那些身体瘦小,结实的人不宜多吃。 因为黄芪微温,对于隐需患者有助热的作用,不仅不能治愈还能引起伤音动血,使病情加重,隐需患者就要使用黄芪。 必须要配午和用才能调节过来,每天都要对着电脑,在健康的眼睛时间长了,也能免出现疲劳,甘涩症状,建议取菊花十朵,金雷花五朵,学名字五克,枸杞子三克,被水冲泡三到五分钟。 就算你不见识意也要注意,时常冲泡这款眼品,它对长期使用电脑引起的眼睛酸色,疲劳,视力解退等很有帮助。 八,西洋参,西洋参,肺渣,悲苦,性凉,功能施补气氧因,清虚火,生鸡之渴,用于气虚因灰,内热,合肠弹血,吃热罚券,口罩颜干等,肺因不足之可受喘促,味道金山的颜干口渴,最适应用之。 现代研究表明,西洋参具有护肝,增强免疫力,调及胰岛素的分泌,以及助消化作用。 因此,肝病,肿瘤病,糖尿病,慢性胃病和肠胃,虚弱患者。 真可不是,每天你用枸杞子和西洋参泡的水,可以提高皮肤吸收氧气的能力,并且提到美白的作用。 而西洋参与其他餐不同,既有补气作用,又有自烟作用,服后不会上火,如果本人火气大,可在水中再加深菊花,可以舒风清热,凉水明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